林青霞退隐真正原因曝光 竟是因为一张血床被誉为影坛第一美人的林青霞 日前出席2018香港国际电影节奖座 除了大谈昔日与秦翰、秦祥林合作的往事 笑谈他们都是好人之外 也透露自己退隐影坛的真正原因 其实卖座电影《笑傲江湖》 爱爱东方不败影响他很多 尤其是下戏后的一张血床 林青霞不仅是文艺片巨星 转战香港影坛之后仍是票房保证 却在当红之际急流永退 嫁给富商行李 根据港媒报道 林青霞在讲座上透露当初拍《笑傲江湖2》 东方不败最后一场戏 当时他被李廉洁演的林胡冲用剑舍中心口 角色当场染血而亡 拍完该片后 累到筋疲力尽 他回到酒店后连戏服都没换倒头就睡 隔天醒来发现白色床单都染红 让他心头萌生退役 很想有一个家 于是他告诉自己要有一个大转变 结果遇到行李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港口 也帮助他安定下来 范冰冰李晨再换微博头像 两人街头大秀恩爱超乎想象弟弟范诚诚 在选秀综艺节目《偶像练习生》成功以第三名出道后 之前一起把微博头像换成范诚诚照片的姿子范冰冰 以及准子夫李晨 也不约儿童一起再把微博头像换成情侣照 而且这次的头像明显经过设计 两人分别以Q版公仔形象现身 分别抱着一部分新型图案 合在一起就是李晨与范冰冰一起抱着整个爱心 刚巧同一天也有网友在上海某商场拍到 李晨与范冰冰一起逛街 两人在手扶梯上更是全程抱在一起 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 即使是一般民众也很少这样肆无忌惮的 网友忍不住吐槽 真是秀恩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一能镜子抱下巴变长下唇变厚 原来是因为这样女星一能 近日前在微博贴出录影空档的新照片 还发文体型粉丝 今天的照片怪怪的 有没有发现 感觉下唇特别厚 下巴变尖了 两甲也拉长 原来一能镜是跟读者分享戴牙套做矫正的心得 他说已经戴了将近30副牙套 因为米粒吗 一能镜自称 戴着牙套录节目呢 牙套戴着 下唇 就会往前突一点 明显感觉牙齿移动了位置 牙缝拉开 好的齿饿矫正 不是牙齿整齐而已 而是脸型的美感也能设计 医生真的很重要啊 有趣的是 许多医能镜的妈妈及粉丝都来留言 请教他如何为孩子挑选适合的医师做耻恶矫正 还有人顺便也谈起幼儿托育的问题 整个留言串完全变成婴儿与母亲 感觉非常温馨 林青霞退隐真正原因曝光 竟是因为一张血床被誉为影坛第一美人的林青霞 日前出席2018香港国际电影节奖作 除了大谈昔日与秦汉 秦祥林合作的往事 孝坛他们都是好人之外 也透露自己退隐影坛的真正原因 其实卖座电影《孝傲江湖哀哀东方不败》 影响他很多 尤其是侠戏后的一张血床 林青霞不仅是文艺片巨星 转战香港影坛之后仍是票房保证 却在当红之际急流勇退 嫁给富商行李 根据港媒报道 林青霞在讲座上透露当初拍《孝傲江湖2》 《东方不败》最后一场戏 当时他被李连杰演的林胡冲用建设中心口 角色当场染血而亡 拍完该片后 累到筋疲力尽 他回到酒店后连戏服都没换倒头就睡 隔天醒来发现白色床单都染红 让他心头萌生退役 很想有一个家 于是他告诉自己要有一个大转变 结果遇到行李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港口 也帮助他安定下来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港口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港口